连日来各地也陆续展开 2023年春季征兵疫前教育集训 多措并举帮助预定新兵适应军营生活 在山东 安徽 辽宁等地 预定新兵在参观革命旧址 烈士林园中感悟初心使命 兵役机关还组织预定新兵收看两会盛况 邀请参战老兵功臣模范 讲述战争经历和奋斗故事 激发预定新兵从军报国之志 是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的奉献牺牲 才有了祖国的和平安宁 我一定以他们为榜样 扎根部队苦练本领 为祖国的更加强大奉献青春和力量 开展疫前教育活动 也是心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近距离触摸历史中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官兵 获得力量 传承精神 在江苏 辽宁等地 当地兵役机关围绕基础科目 内务秩序规范 严抓预定新兵疫前教育集训 帮助预定新兵提早适应部队生活 通过一系列教育活动赶召引领 让全体预定新兵 心灵得到洗礼 思想得到提升 精神更加饱满